汽车市场最火爆的毫无疑问是SUV领域 对于自主品牌来说呢 除了专供SUV市场的哈佛品牌之外 像是长安 他们的旗舰车型也将是未来的CS95 而轿车领域似乎成为了自主品牌 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个市场区间 所以但我们得知将来上海 是在这款极力博瑞 也就是之前曾经命名为GC9的那款 全新旗舰型轿车的时候 我们内心真的是充满激动的 这辆博瑞从头到尾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研发 就连名字也变了好多次 从最开始的EC9 KC盖点车 GC9 到最后定名的博瑞 可谓是一波三折 可是粗看之下 这辆车到底应该算是什么类型呢 先被轿跑 还是一种集合体呢 总之 这样的造型设计风格 在自主品牌里 算是独一无二的 我记得在之前概念车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车头造型设计 与整车会显得更加的协调 不过作为一款量产车呢 博瑞的造型设计 稍稍显得保守一些 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这个LED的日间行车灯 依然是很炫酷 而它的整个前格杉呢 最有特点呢 就是这个好像回声波一样的造型设计 我记得这个造型设计 是在沃尔沃的一款概念车当中 首次出现 只不过吉利呢 率先把它用于一款量产车当中了 然后我们再来到它的整个侧面 它的侧面造型设计让我 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实际是想凸显它的这种力量感 主要是这个腰线 从头灯一直延伸到车尾 真的是显得非常的突出 而且很有这种肌肉线条的感觉 而它的这个轮圈呢 也有18英寸 经过视距上看起来 似乎真的没有那么的大 然后我们再来到车尾的这个地方 车尾的造型设计可以说 对于一款中型车来说足够的大胆了 这个仙背式的造型很明显 当然了也不可避免的牺牲了一些 后备箱开口的尺寸和高度 而下方的排行管呢 也是真正的双边共双出的设计 总的来说 我个人对于博瑞的外形设计 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这台车的亮点之一 是有AQS空气质量控制和 PM2.5的进化功能 但是这台新车的内饰味道依旧是挺大的 而在我们另外一台的试下车是3.5升V6的版本 那一台车已经使用了将近6000公里 它的车内就几乎没有什么异味了 以它整个内饰的造型设计来说 相比外观真的是没有那么的突出和个性 而同样是在那一台3.5升V6的设下车里面 由于它使用的是这种米色的内饰搭配 所以它的整个内饰的布局 再到它的这种皮革的纹路看起来 都颇有宝马的风格 甚至是在夜间的橙色氛围灯也同样是如此 我只想说在内饰的氛围上 为何不学习一下表现更为优异的奔驰呢 而在细节和做工方面 这台博瑞真的是体现出了作为极力的旗舰轿车 拥有的这种用心水准 例如说它的四门一键升降 它的整个电动机工作真的是非常顺畅 而且在车窗升到最顶部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缓慢降速的过程 真的是很用心 而车门的这个储物隔板呢 它的整个往外伸展和关闭的过程 它那个声音也是显得很扎实 然后这些按键呢 它的尺寸足够大 使用起来一目了然 整个手感的表现也真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它的这个屏幕的界面 稍稍显得有些不那么的时尚了 好在当中像是360度的全景泊车功能 依然是非常的好用 在配置上呢 它可以说是极力吸收和转化握握技术的一个蓝本 因此在很多关乎安全的高科技配置方面 这台车真的是有着很突出的表现 像是它的盲区监控 车道频率辅助 自动驳车 这些按钮呢 在中控台当中我们都能看到 而在驾驶员的前方 还有一个HUD的抬头显示 方向盘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ACC的自适性循环控制 甚至于连之前握握的招牌技术 城市安全系统 在这台车上也没有缺席 可以说 作为一台自主品的中型车 在整个高科技的安全配置方面 它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很多有关豪华细节的配置方面呢 这台车也同样是做的足够的用心 甚至它的方向盘呢 是电动调节的 然后呢 它的后视镜和座椅都带有记忆的功能 所以在很多的细节和小心思方面 这台车做的也是同样的到位 我现在呢 一反常态的来到了右后座 空间对一款中型车来说 已经不是大问题 而它的优点在于这个右后座 具有一个专属功能 就是电动的调节 这个调节的范围还真的是挺大的 像这样调到最舒适的坐姿之后呢 能够给人提供一种接近于半躺的状态 真的是足够的舒适 我们再把它调回来 而对于博瑞来说呢 它不仅仅是有这个电动调节的功能 它还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它足够多的小心思 例如说它的这个 一辉钢的这个弹出的设计 整个质感也绝对是豪华级别的 然后这个后排的独立空调控制 然后还有副驾驶座椅的这个老板准的功能 此外呢 它还有一个后挡风玻璃的折扬帘的设计 只不过这个折扬帘 我相信厂家是考虑到 它对于驾驶员观察内后视镜视野的影响 所以将这个折扬帘的控制权交给了前排 除此之外呢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由于它增加了这个右后座椅这种调节的功能 所以使得它整个后排座椅的靠背 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轿车那样做一个放倒的处理 也就在后背心的扩展能力上 有一定的损失 但是作为一台更加追求 后排空间和舒适性的中型车来说 我认为这样的设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来到后背山的部分 尽管它在这个地方设计有一个独立的开关 但是前面手里必须拿着钥匙 打开 它所需要的力量真的还挺大的 否则我们就只能通过驾驶员侧车门 旁边的那个小按钮来开启它 这个仿仙背式的造型设计 豪华品牌车型那样是钢板完全裸露的设计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包裹 但是它的备胎是非全尺寸的备胎 然后再到它的整个后背箱扩展的方面 我们在后排的时候已经说过 它并没有后排的放倒的功能 只有中间的这个区域能够与后排进行一个 很小范围的一个联通 所以它的后背箱扩展能力非常的微弱 对于后背箱的空间呢 它的表现也只能是这样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博瑞的驾驶质感如何 先说说我们今天这台1.8T试驾车的动力总成 它装备的是极力自主研发 代号4G18TD的1.8T无能增压发动机 匹配由DSI提供的6AT变速箱 最大功率163马力 最大扭矩250牛米 从参数上看并不算惊艳 以往走高端路线的自主品牌车型 它们的外观配置甚至是车身尺寸都很有亮点 但唯独在驾驶质感上始终不尽如人意 或许是因为缺乏调教的基础和实力的关系吧 哪怕给它们配上再好的悬架结构 或者说在绚丽琢目的发动机参数 出的效果总是比合资品牌差了一些 而博瑞首先颠覆我们就是这种自主品牌 在驾驶感受不行的传统思维 它的驾驶质感完全可以用非常均衡来形容 如果不告诉你这台车的品牌的话 恐怕你完全想象不到 它居然是出自一个自主品牌之首 无论是翻向盘转动的这种力度 还是回馈 还是日常驾驶的时候 整个车的动力响应 可以说都匹配的非常良好 它的变速箱给我的感觉倒是很有 通用车的style 就是在低速的时候 它的整个反应并不算是很迅速 甚至会有一点点的顿挫 而当车速超过50公里每小时之后呢 它的整个变速箱降挡的反应 就会变得很迅速 而且很顺畅 不过总的来说 在90%的情况呢 这台变速箱的表现都算上是很合拍 水准还是颇高的 相比之下 它的悬架是让我们最为满意的一个环节 其实乍一开起来 它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悬架明显偏硬朗的风格 而当我们准备好将要去在一些 比较大的颠簸起伏路面 去迎接这种声音跳动的时候呢 它却又能够表现非常的柔和 甚至是很柔顺的感觉 将这种较大的颠簸起伏很好的化解 所以它的整个底盘和悬架的表现 完全可以用硬而不跳这四个字来形容 作为一台自主品牌的中型车 在悬架设定上能够达到如此的水准 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简而言之 博热的驾驶质感完全可以与和自品牌中型车一战 它既具有作为一台中型车应有的这种舒适和沉稳的感觉 同时又并不显得无聊 依然能够给到驾驶者很不错的这种驾驶反馈 能够做到这一点称得很不简单 至于有大提升的地方也不是没有 首当其冲就是这台1.8T的发动机 对了 它是极力自主研发的 可是它应付起博瑞这个比较庞大又偏沉重的身躯 还是稍微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够用 这台发动机本身地牛表现并不算得上很充沛 而且高转速的爆发力也比较的一般 所以变速箱只能采用这种明显偏向于降挡积极的设定 来去弥补在日常行驶的时候动力表现不够出色的问题 而这样的设定呢 相对来说也会牺牲一定的油耗表现 而关于变速箱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们前面刚刚讲到它在90%的情况表现的都很合拍 可是如果在这种需要反复加速减速的激烈驾驶的状况呢 这台变速箱在降挡的时候依然会出现这种慢半拍的情况 另外就是它的这些高科技的主动安全配置 像是ACC自适应循环控制系统 它并不能像如今的握握车型那样 跟随前车到完全静止的状态 而这到车速2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时候呢 就自动的失效了 所以在便利性方面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而它的车道平底辅助呢 由于采用的是摄像头的方式来识别路两旁的这种线 因此呢在有阴影反复出现的路面状况当中呢 它经常会识别不到两侧车道的这种线 在识别率方面也依然有提升的空间 其实在这一次试驾博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我把它形容为自主品牌轿车的一个新高峰 或者是里程飞的话 这样的形容会不会太夸张了一些呢 它的确不完美 但是已经足够的均衡和成熟了 至少在日常的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很难挑出它有什么毛病来 就凭这一点已经足以让人觉得刮目相抗 而它的出现也证明自主品牌轿车 至少在合资品牌面前 不再是一个敌人一等的角色了 这一回我们很有幸的试驾到了它 装备3.5升V6发动机的最高版本博瑞 而它的外观看起来呢 与我们本次的1.8T系列车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我们并没有因为偷懒的关系 而只拍摄其中一台车的行驶画面 要知道它们在易资版的地方 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这台发动机呢 我记得大概在2010年前后 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关 吉利在开发它的这些消息 可是直到现在 我们才看到这台发动机的真身 可以说前后真的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这台车 目前还只是一个试装车的状态 所以它的行驶表现也就只能仅供参考 但是以它目前的水准来说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之前对它的期待 这台发动机呢 它的低扭表现很充沛 而且即便是高转速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声浪和爆发力的表现 也要比1.8T的发动机高了至少一个等级 所以使得整台车的这种动力的衔接流程的程度 相比1.8T的版本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而另外一个很让我们惊喜的地方就在于 它的整个对于平顺性 以及对于噪音 包括振动的意志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使得它整台车的这种行驶质感 让我很难相信 它居然是吉利第一次研发出来的微流发动机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可见吉利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新鲜 当然了 考虑到实际的市场定位的问题 以及包括油耗税费等等的关系呢 这台车毫无疑问 它的价格并不会便宜 只能作为整个博瑞系列的旗舰身份而存在着 尽管我们在制作这期视频时 博瑞的最终定价 已只是邮报琵琶半遮面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吉利却像小米 美族这样的手机厂商一样 玩起了京东 天猫 苏宁的网络抢购 首发以千台 以受庆 这样的宣传语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呢 抛开吉利这种大胆创新的营销方式不谈 至少1.8T一低一高 两个配置的价格算是出来了 低配的点藏型 保留了ESP 无钥匙进入 无钥匙启动 天窗 定速巡航等等基础功能 真皮座椅和定动调节也没少 可以说完全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 14.68万的价格也确实合理 高配的尊享型 尽管价格一下子提高了32000元 但是前面提到的各种安全配置 LED大灯 HUD抬头显示 蓝牙导航等等功能 全部武装上升 也完全只会票价 在吉利收购了沃沃之后 它似乎一下子折服了好多年 直到这款薄瑞的推出 才我们发现 原来吉利是在做后机薄发的事情 可以说把它形容为自主品牌中心车的标杆之座是毫不为过的 而我们回忆一下会发现 在自主品牌的SUV领域已经有了像是哈佛H9这样敢于向高端市场挑战的车型 而在轿车领域当中呢 毫无疑问就要看薄瑞了 可以说 这些能够让自主品牌逐渐改善品牌形象的车型 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